你現在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 歡迎回來 大爆死 Bandai 模型和你組裝一組 阿四又是時候和大家組裝這個 Bandai 模型 又好一段時間沒有組裝這個高達模型 雖然水星的魔女的模型我是有保持著買的 不過也不算有太大的動力去組裝 但是這一盒是例外 一拿回來就要即組裝 畢竟都是小時候一套很喜歡的作品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Bandai High Grade Future Century 來自機動武神傳的玫瑰高達 又是這些噁心單色封面 一看就知道是Premium Bandai 限定的款式 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G-Unit 都有一個很漂亮的採繪 有一個很漂亮的全新插畫 但是機動武鬥轉就完全沒有這個待遇 覺得有點差 這些封面也很討厭單色封面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一會再告訴大家 好了 事不宜遲開出來和大家玩 Woo OK 新法國的代表組裝好了 看看有什麼部分呢? 先有一個Action Base 有四支玫瑰浮遊砲噴射Effect 另外這兩條是給這盒模型原創的Gimmick 用的Effect Parts 一會兒也會解說和大家看看 武器方面有四支玫瑰浮遊砲 另外有兩支Jabari Esabel 的激光Effect 即是極光劍講得這麼複雜 手型方面 除了裝陷了的拳頭手型之外 右手就會多一個手指指的手型 劇中就叫Rose Screamer 那一下的手型 之後就會有一對拿劍的手型 左手和右手都有 不過其實左手也多鬼魚 左手拿不到劍 有那件斗篷遮住 對不對? 好,背景方面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先看本體了 Gindam Fighters Ready Go! 嘩,時間這麼多年 終於有一隻全新的玫瑰高達 1比144模型 嘩,這一下真心很開心 因為玫瑰高達其實很少出模型出玩具 可能十隻手指以內都數得了 對,當年1比144那一隻 然後有當年合金完成品那一隻 MIA 我不計算那些戰損 金色那些我先當一隻 原組SD 接著是不是就好像沒有了? 所以一公佈說出玫瑰高達的模型 我已經想也不想 即要 好,先看造型 由佐治駕駛的玫瑰高達就是新法國的代表 玫瑰高達的造型就是出自大河元邦男老師的手筆 他的造型其實大家都不難發現 是參考了法國一個很有名的歷史人物 沒錯,他就是拿破崙 好,簡單介紹完這架機體 第一件事,我真的很想稱讚這一盒模型 分析真是不得了 可以說是近乎完美的分析 大家看到黃色、紅色的位置 九成九是分件 所有的黃色邊都是一個分件 真的做得相當仔細 最厲害的是連小腿、紅色裡面的黑色也是分件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厲害的 講一下貼紙的地方 膝蓋兩點紅色也是貼紙 眼睛也是貼紙 看看 後面這顆青綠色也是貼紙 還有一個貼紙就是耳孔 看看 這個耳孔,裡面的黑色是貼紙 另外就是前臂 這塊小小的紅色是貼紙 其他顏色也是用分件去處理 細如耳朵的紅色框也是分件 真心是相當不錯 雖然用1994年對比是相當不公平的 我都理解我都明白 不過那時候那些黃色全部沒有分析 大家想想在藍色框上有黃色 真的游到嗨嗨 小時候有幸玩舅舅組的那一隻 那時候舅舅也組得蠻漂亮的 不過就被我玩爛了 一會兒說一下我怎樣玩爛那一隻 其實還有一張貼紙 不過現在看不到 稍後試這個 gimmick 再展示給大家看 雖然分色可以說是接近完美 不過都只是接近 因為有少少位置 分件沒有做到 貼紙亦沒有做到 第一個位置就是肩膀的排氣口 劇中其實是紅色 如果對白色是很不滿意 頂不順他的兄弟 所以真的要動動手腳上少少顏色 另外有一個位置就是玫瑰浮遊炮的炮嘴 現在順便近一點給大家看看浮遊炮的樣子 他的炮嘴劇中是黃色的 可能太小做不到分件 現在突然想看一件事 Yeah 後面的booster 位置是通通的 即是說之後出美國之星高達的槍 就可以放進去 重現劇中那一刻 喂! 是不是下一隻就會出美國之星呢? 期待期待 好,頭、波裝 這些老樣子左右旋轉一定沒問題 向上望就大概望到這麼多左右 接著想說一下他的頸 他的頸和身上有一個小小的Hinge裝 可以向前伸多一點 正常是這樣 拉一個John 就可以向前突 有這樣的可動域 手這個位置是波裝拍下去的 所以360度旋轉 有些小小的活動一定沒問題 這個位置就有個butterfly 裝 有個拉出色的關節 這邊手都有的 不過呢 就禮計一點點 因為他會跟劍柄撞的那個盾 這邊手的鬚鬚就有趣了 這兩塊呢 可以這樣揭起的 用來做什麼呢? 方便給他平舉啦 手臂就有個旋轉啦 前臂就Double John 就可以這樣接曲 拳頭就波John來的 玩到這裡我要講一下我小時候怎樣弄壞我舅舅的模型 先第一個位置就是前臂這個位置 我要幫自己辯護 其實我不是玩得粗魯 我是有先見之明 我小時候最常玩壞的地方就是前臂這個關節 以前的模型大家要知道 其實是一個直狂對入軟膠關節 通常是90度收工的 我小時候已經覺得 喂 正常的手是應該會這樣折起來的 所以我就經常這樣幫模型折起來的手 這個位置是斷得最多的 很多盒子都是這樣讓我弄到收皮的 另一個位置我經常弄斷 就是肩膀和身的折薄 我就覺得手應該可以向上遞多一點點 就是這樣向上反一點點 我經常就屈斷那條John 哈哈哈哈 通常這兩個位置是比較堆壞的 閒話加上懸筆 我們繼續試可動 這個位置怎麼說呢 大概胸這個位置 其實跟腰的折薄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可動的 在旁邊看可能看到的幅度多一點點 就可以向前污 以及向後反的 有一個這樣的幅度 除了胸的位置有一個前後動的軸之外 腰和下盤的折薄是一個波瘡來的 都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可動度 裙甲這個位置有一個波瘡 有一個小小可動 左右側裙都是波瘡來的 好 接著到股關節了 這個位置 zoom到這麼近應該看到了 其實這個位置 跨下的位置跟Metal Robot 雲的有點像 就是它一動可以整塊 整個關節向前反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其實玫瑰高達條裙的形狀都古靈精怪 你這樣向前反 就可以偷一點點位置 讓腳遞高 確保可動域就不會太差 大腿這個位置有一個旋轉 看看 腳把側就有的 OK 向後呢 因為後面的裙子頂住 向後又不算十分之多 小桌 W John 可以接到這個幅度 我想想我小時候又沒什麼弄壞 腳掌這個位置有點古怪 它這一份 即是由這一塊東西開始 是一塊的 一組東西來的 這一組東西就有一個小小的可動 OK 左右就沒有了 前後有一點點 腳就有波裝 可以做一些摺地 哎呀 捆掉了那個側裙 而它這一塊東西 那個類似護甲的東西 就是波裝連接的 有些小小的可動 OK 左手這個披風型的護甲 也有可動 可以這樣揭起 啊 這樣啦 後面這個也是 可以揭起的 這個位置也有一個Hinge 裝 可以這樣揭起 裡面的手 可動完全跟這邊一樣 不特別去試它 玩到這個位置 突然之間有點懷念 以前的合模型 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 Guyjin Jack的貼紙 當然 因為劇中沒有出現過 所以這一盒模型 也不會有附送的 既然揭開了 就讓大家看看 那個披風裡面的樣子 其實裡面 也有做到一些來購 現在先看得到 我有些黑線 沒有滲到色 Sorry 一會兒補回 裡面的分色 以及來購 也有做到出來的 非常講 騎士到精神的阻止 當然它的機體 是會有一個相應的武器 左邊腰間 就有一把 Jabariya Saberu 其實說穿鳥也是激光劍而已 不過 背法 以及造型 都是如剛才所說的 非常發覺 拿破崙的年代將軍 背武器的方法 我們拔出柄 是這樣的 OK 大家可以看看後面這個位置 其實 正如我一開始說 分件做得相當仔細 黃色的位置是一個分件 然後 兼柄 還有效果 拿了一把 騎士激光劍 Jabariya Saberu 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現在 機動武鬥轉所有機體 又不能叫它所有的魔鬼高達 應該無關 所有參賽者的機體 都一定會有的 就是 Corelander 即是背部這架飛行艇的東西 這隻都可以拔出來了 站好一點 拔出來了之後 我們要把機頭向上推一下 然後就可以翻出來 這架就是玫瑰高達的Corelander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Corelander這個Gimmick 覺得好像有飛機拔出拔入 好像多點東西玩 挺好玩的 大家看到 Corelander的窗口位置 黑黑藍藍的顏色 就是貼紙 這一張就是這一盒模型 最後一張貼紙 好 現在就試一試 這一盒模型 一個原創的Gimmick 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有看機動武鬥轉 都一定會記得 玫瑰高達的玫瑰浮遊炮 其實就是在它 肩膀的披風撞的護甲 裡面射出來 現在大家應該看到 咦? 為什麼這麼陌生? 他連那個盾都射出來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機體設定方面 就是大河元邦男先生負責 但是其實這個玫瑰浮遊炮 其實就是監督 金川泰宏先生的一個點子 Bandai 的模型部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完全理解不了 突然之間看回一些 金川先生的概念圖 幫這盒模型附加了浮遊盾的Gimmick 配合Action Base 就可以這樣Display 那幾個盾都飛出來 如果嫌剛才的原創的Gimmick 實在太浮誇 太不忠於原著的話 其實都可以就這樣 不用那個狂 就這樣插噴射的Effect 就在那個盾裡面 就可以重現劇中在盾上飛 這些玫瑰浮遊炮出來的Sense 我想有看這套動畫的朋友 當年也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 你這個洞這麼小 怎麼射這麼大支玫瑰花出來 還有很多 盾簡直好像連接了二次元 怎麼可以射這麼多支玫瑰出來 完全理解不能 雖然完全違反物理 不過是有型的 也算是重現到的 由於小弟之前沒有買到HG-FC的神高達 所以就要用RG那隻先代替 突然之一看上去 神高達好像高一點 你不要跟我說因為拿破崙矮 應該就沒關係 好像是RG那隻真的高了一點 是否需要購買HG那隻神高達呢 現在想一想又是 之後如果繼續推出 然後推出龍高達 金礦石 美國之星 又真是很需要購買HG版的神高達 到時再算 還有東方不敗 現在好像很難買 早知之前先買了 頂 這盒模型的分件 Gimmick 可動 細節都跟大家看過分享過 小弟買這盒的時候 寄到回來大概是一百九十幾元左右 二百元有找的 都OK 沒什麼好挑剔 真心沒什麼好挑剔 即使他不是所有息 做齊分析 但我都不挑剔 因為真的很滿意 特別是Bandai這個年代 還跑去出 機動武鬥傳的模型 真心覺得 老懷安慰奧利吉弟 希望他盡快可以出 剩下主角群的機體 如果他可以出 還有其他參賽的鹹蝦就很棒 什麼藥漢牛高達 風車高達 那些古靈精怪機體 如果有機會 都可以 高級1比144模型化 就相當之好 當然我自己覺得沒什麼機會 這盒東西外面好像是小炒 始終第一批貨 不是太多人可以按到 不過不用擔心 他好像有二次受注 有盲一點的貨 那一批就好像4月 有興趣的兄弟可以留意一下 即是吃一點炒 還是等第二批貨 看看會不會下降一點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拍這條片之前 看回一些資料 接著就發現 如果這套東西 現在才出現 隨時很多人投訴 現在的平權 很煩才行 哎呀 什麼對我們民族黑板印象 發覺就要拿破崙 那些人說 哎呀黑板印象 還要劇情涉及這麼多個國家 雖然他每一個國家前面都加了一個新字 但是始終有一些麻煩人會投訴的 我經常不太明白什麼叫做黑板印象 即是可能整個中國人的眼睛是很小的 你又說他黑板印象 那你這個民族的特色就是眼睛小的 有什麼問題 我不明白 即是韓國人也是眼睛小的 這是你一個Signature 的特徵 難道這套東西畫到各個國家的人 都好像平時穿T恤牛仔褲一樣嗎 那不可能的 那不就沒有那個character 沒有那個特色在這裡 現在播放就會說 為何中國人全部是懂功夫的 黑板印象 不過不會的 屌強國 總之就說 總之你讚我的民族勁 我就OK 你輸了 蔡塞絲輸 就屌你老母親 這個年代播一定是 幸好這套東西 就不是這個年代才播 不然就死定了 你說新香港統治了全世界四年 已經被那些小粉紅炒媽拆鞋 一定是這樣的 可能這個年代就會alternative 每一個國家就有一個結局 畫八九幾套動畫就糟糕了 這套東西 我想除了它的可動和分析各方面 都做得很好之外 還有一種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勾起了小弟的童年回憶 所以才會這麼喜歡 這麼滿意這套東西 這集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玩過其他玩具 在此 拜拜 解佢冷貓 我們進去 財 過